一代宗师里面金楼的影视高手有多少 和叶文初次交手的三姐是金楼的扫地阿姨 这句话更表现了三姐曾经在江湖上的辉煌战绩 我们继续解析一代宗师 上期说到龚宝森向南权北传 让南方派出一个代表 马三却当晚夜闯金武门上门叫板 南方群师肯定是要找回面子呀 于是就去拜访永春夜问让他出面 夜问却觉得没有资格代表广东武林 将门派南权有红刘蔡李莫 红指的是红家拳简称红拳 红拳以钢为主 他的武术风格有二 一是长桥大马 长手长弓的大开大合武术 另一种是短桥窄马 短手进攻 贴身攻防的武术 刘指的是刘家拳 刘家拳以灵为主 短桥短马 功夫硬朗 灵桥敏捷 步走四方 拳打八面 蔡指的是蔡家拳 蔡家拳以快为主 所谓红拳讲桥马 蔡家讲快打 蔡家拳是有着重偏门攻击 快步抢攻 销身借力的特点 李指的是李家拳 创始人李友山将少林的五行拳上改进 成为现在的李家拳 李家拳是以轴攻击为主 要求诚实稳重 出手准确 莫指的是莫家拳 莫家拳与一般的南拳是不同的 南拳是比较注重守法的 而莫家拳则是以脚法为主的 莫家拳的要领是一脚胜三拳 这五种拳法至今也有着百年历史 所以叶问才说不够格 前辈们有自己的想法 此事关乎两广国术界的面子 叶问虽然小但武功高强 拳怕少壮 叶问赢了 南方就可以拿到武士会的实拳 叶问输了 这也是晚辈输给长辈 南拳也不算太丢面子 进可攻退可守 果然都是老油条呀 妻子张永诚很担心丈夫 他伸头向里看 作为旧社会标准的贤妻良母 不想叶问参合此事 叶问经不过众人的推托 只好答应 另一方面 他也想去看看高山 晚上 叶问亲自给妻子洗脚 一方面是表达愧疚 另一方面是献殷勤 让妻子答应此事 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优秀的女人 张永诚明白叶问的意思 明天我带孩子回娘家 让你来牵挂 男人过了四十 要做有把握的事情 等这事过了 你来接我 另一边 北方的权势们 在门外等待多时 门内龚宝三正在教训马三 你知道为什么刀得有鞘 马三回答 因为刀的真意不在杀 在藏 你的刀太锐 得在鞘里好好藏藏 马三却认为 他的鞘就是师父 只要师父在 就不会出乱子 我藏不住你 十年之后再成名吧 现在就离开佛山 赶不上火车 就断你的腿 本来龚宝三想借这次隐退 让马三和叶温一起出头成名 可现在觉得马三锋芒太盛 让他晨练几年才出名 可马三根本不懂 龚老爷子的良苦用心 以至于后面投靠日本人 就是想证明自己 此时 广播中交代了 6月1日 两广军队组 抗日救国军 开赴湖南 名为抗日救国 实则是保持联省自治 中央军两个军占领衡阳 局势一触即发 马三的挑衅 打乱了龚宝森的计划 再加上政治局势的紧张 让本地拳师赶人封门 这个大门多次出现 这里表现南方武林 继续死守规矩 南拳北传 现在成了一决高下的比武 这时一个老人来到这里 让他们让个道 双手抱拳 代表了江湖人的身份 老人除了身上的大刀 比较奇特的是 身上还站着一只猴 这里就彰显了老人 龟子手的身份 龟子手的训练 第一就是看刀 要拿刀的准 第二就是他会养一只猴子 因为他从小就是摸猴子的脖子 猴和人的结构很像 刀法好的刀子手 不是砍断头 是到了底之后 还留一层皮 因为那个时候 犯人的家属会说 留个全尸 最后切入 但是连着皮 这是留一个全尸 王家为刀子手 这个角色选决 是有用意的 古代有名的刀子手 到了民国 也变成了一个过气的东西 变成了历史 此人正是公家的仆人 老江 车上坐着的 正是公家大小姐 龚二 龚二是北方的全尸叫过来的 他们是让龚二 劝龚宝森 放弃和叶问的比斗 输了没面子 赢了欺负一个小辈 算什么 龚二第一句话 就是 我爹一辈子没败过 何谈输赢 作为从小 在龚宝森身边长大的龚二 见证了他爹的辉煌 对龚二来说 他爹就是他的高山 龚宝森此刻 正在见一个重要的人物 那就是他的师兄 顶连山 三地板删前了这段对话 一代宗师的龚宝森见面 就是磕头表达亏欠 这和丁连山原型人物的背景有关 丁连山原型是武林中的隐士高手丁玉山 号称关东之鬼 若非涉入一段中日之间 北洋与国府之间的密心 他不会成为李子 在民国乱世中 日本人已经入侵我国东北地区 丁连山为了革命党人 刺杀了日本浪人 只能隐姓埋名 在幕后当起了鬼 所以有关东之鬼之名 这个鬼也就是丁连山说的李子 龚宝森在剧中掌管的是中华武术会 看似为了强身救国 实则是在暗里通过暗杀行动刺杀来救国 龚宝森就是明面的东西 也就是所谓的面子 而丁连山就是负责暗里的东西 就是所谓的李子 丁连山就是属于一流的暗杀宗师 所以后面丁连山给叶问的点焰 可想而知又多么的凶险 如果大家对这个人物感兴趣的话 四舅后面会出一个丁连山的专项视频 龚宝森想请师兄回去 师兄告诉他 现在东北已经是日本人的天下 他这个鬼已经回不去了 师兄借敖羹告诫龚宝森 做羹要讲究火候 火候不到众口难调 火候过了 事情就交了 做人也是这样 回去吧 丁连山也是想让龚宝森放弃和夜晚比武 古人云 天造时事 时事造人 在历史的车轮之下 即使一代宗师 也只能被时代抛弃 碾成和我们普通的百姓 一样的滚滚沉沙 就像老江这个刽子手 也成了历史 龚宝森正是看透了这一点 他之所以坚持要和夜晚比武 是因为他自认为 可以向炉子里添把新柴 当时已经风云变幻 不仅东北成了日本人的地盘 巨大的时代变化也即将到来 长枪大炮的出现 就算你是武术宗师也改变不了 和这些相比 自己的名声算什么 不如将这名声送出去 让更有本事的人 继续他南权北传的理想 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作为女儿的龚二 也不理解龚宝森 他代表北方权势的态度 让他放弃 龚宝森劝他 老人失守规矩 新人什么时候才能出头啊 这句话让我想到了徐浩峰的师父 同样也是这个道理 龚老前辈觉得叶问是个好材料 这次想让他出头 龚二认为 龚家没有败记 他爹还在 姓叶那小子凭什么出头 龚老前辈对龚二讲 你的眼睛只有胜负 没有人情世故 人要往远处看 过了山 眼界就开阔了 但凡一个人见不得人好 见不得人高明 咱们龚家的门槛高 但不出小人 不出小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龚宝森才会对马三那么生气 把即将要成为接班人的马三 给赶出了佛山 西平每个人物 一代宗师这个电影 不是指叶问 也不是指龚二 主要是在一代上 龚宝森的想法和做法 也是一代宗师 龚老前辈带着龚二来到金楼 龚二问他 爹 你带着亲闺女逛堂子 这什么说法 这里的龚二不是取笑他师父 而是真正的开心 一般都是男人来逛堂子 龚老前辈带龚二过来 就说明他对一个女人 练八卦掌的认可 可龚老前辈听出了他的意思 这天底下的事 你不看他就没了 看看无妨 龚宝森也是想让龚二打破规矩 不要固步自封 人活一世 有的成了面子 有的成了理子 都是时事使然 这是爹最后一次和人交手 你是定了亲的人 江湖的事和你没有关系 当个好大夫 平平安安的就是尽孝心了 这里金楼唱的是传统戏曲 四郎探姆 音乐在电影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它可以为观众营造一个氛围 帮助观众更好的融入到影片之中 四郎探姆主要讲的是 杨四郎坐了契探的驸马 因思念母亲 在契探公主的帮助下 回家探望母亲的故事 在公家妇女出现在堂子的时候 金楼中唱的是 四郎探姆中的做公益者 戏中表现了 杨四郎对母亲深深的思念之情 是亲情的体现 而剧中 从妇女二人的谈话 我们可以知道 公父希望女儿远离江湖 过安稳幸福的日子 女儿对于父亲深深的崇拜与敬仰 这正是浓浓亲情的体现 而杨延辉坐公院自私自叹这句 更似是公父对于自己一生的感叹 纵横江湖几十年 终是要退下 将位置留给新人的 金楼的这些饮食高手 要给叶问上一课 公老前辈是八卦掌和行义拳的宗师 第一个是会八卦掌的三姐 三姐摆好步伐 提醒叶问 八卦掌守黑 小新 八卦掌是一种以掌法变换 和行不走转为主的中国传统拳术 步伐特点 身杰不灵 随走随便 与对方交手时 身体起伏凝转 敏捷多变 行如游龙 视若援手 坐如虎具 转似鹰盘 八卦掌守黑 说的就是八卦掌非常灵活 眼看打你面门 转而攻你下三路 让人难以琢磨 防不胜防 第二个就是行义门的先生瑞 前面也说过 行义拳刚进猛烈 叶问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涌出永春听桥 将行义拳的力泻掉 先生瑞对叶问讲 过手如登山 一步一重天 行义拳霸气 千万别轻敌 第三个就是男拳的勇哥 勇哥要给他来一串炮仗 勇哥的扮演者 是现实中的 红拳会会长刘家勇 勇哥告诉叶问 他打杂家的 这里的意思是将 男拳 红 刘 蔡 李 墨 各派武术之长 融汇贯通 现代MMA也算杂家 融合了拳击 八戚柔术 跆拳 摔跤 跆拳道 空手道 柔道 散打 等多种技术 叶问对勇哥讲 你可真够砸的 砸又怎样 能打不就行了 面对这六种拳法 叶问仅用勇春三板斧 瘫庞扶 就击败了勇哥 叶问很感谢 各位前辈的指路 众人合了一张影 这期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我们继续解析 一太宗师 看看公老爷子 是正开的饼 还是叶问掰开的 好了 今天的电影介绍 就到这里了 求求大伙点个关注吧 你们的点赞 就是我们最大的坚持 孟德四球天天见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